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们继续来学习太上感令篇 慧篇学药 这个经文 人皆物之 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句 这个物 这是厌弃 算简则贫好 请放长 多逢优犯 人皆物之 行货随之 那么上一次我们学习到第一条 这个也引用道教的艺术经 艺术经 里面讲到 若人不修善业 天必为之 展神 试破 使之颠倒 人所厌恶 人所 险害 这个 义书经讲 人啊 如果不知道 要修善业 一直在造恶业 那么天啊 这个天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讲天神 另外一个意思啊 就是 自然的 一个规律 天必为之 展神 试破 使之颠倒 颠倒就是 他 讲话 做事 他的思想 都颠倒了 我们现在讲 是非颠倒 善恶颠倒 人 看到啊 都 厌恶了 因为你造恶业 你什么都是颠倒的 话乱讲 事情乱做 这个人就颠倒 那 当然啊 人家就 厌恶了 在一个家庭里面 也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要怎么看一个人 他的吉凶佛福 根据 他的思想 那么他的思想 总是会从他的 原理 他身体的行动 所表现出来 我们就知道 他心里在想什么 这个就很准确了 那么一个人啊 如果他的思想 错误了 颠倒了 善恶不分 事畏不分 是天夺其破 那其实啊 也不是天 夺其破 自己夺自己的破 他自作自受 这个 才是事实真相 所以我们看 这一个人啊 他将来 会遇到吉祥或凶灾 在了凡事性 引用啊 春秋诸大夫 见人言动 就知道啊 这个人啊 他常常会碰到灾祸 还是常常会遇到吉祥的 都是自己感召来的 太上感应篇 一开头就给我们讲 佛福无门 为人自造 人自己去感召来 善感召福 恶人你就感召佛 自己感召来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这个第二条啊 讲天心人数 不诸悔罪之人 前前可数 后心可图 生之困之成功之一 万物赤气也 天心人数 这个天心 人词宽数 数就是 会原谅人的啦 会宽数啦 这是天心 那么天心 就是 就是 指这个 我们每一个人啊 都有这个天心 每一个人都有 这里讲天 道家呢 也是讲天 那佛家呢 讲佛心 菩萨心 菩萨心场 这个天心也好 佛心也好 都是人数 人词 宽数的 那么 儒家的圣人也讲 孔子讲 数道啊 终生可行 数就是说 原谅别人啊 那么天心人数 不诸悔罪之人 不诸就是 不去诸杀啦 这个已经忏悔 罪过的人 这个 儒家 道家 跟佛家讲的 都一样 所以佛 允许人忏悔 我们每次 做善系念 都要念 一遍忏悔记 那为什么要忏悔 为什么每一次要念 因为我们不断地造罪业 只要我们还有 起心动恋 分别执着 地藏菩萨 本念经 讲 言胡提众称 举心动恋 无不是业 无不是罪 轮回心照 轮回业 你只要还有起心动恋 那不可能说 都没有罪业 只是罪业的轻重大小不同 一定有 如果你 不起心不动恋 不分别不执着 那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没有这些罪业了 不但恶业没有 善业也没有 纯粹就叫敬业了 所以佛允许人忏悔 那么这个忏悔呢 前前可数啊 过去做了啊 可以赎罪 就是说 这个佛也 不再责备悔过之人 一个人真正能忏悔改过 这个三教圣人 包括其他宗教的 这些上帝 也都会原谅 允许人回头改过 所以佛在经典讲 他没有赞叹说 一个人生下来 他就没有过失 他没有赞叹这个 赞叹啊 你人有过失 但是勇于改过 那这个佛赞叹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悔罪啊 忏悔罪过啊 像我们做法会练 这个忏悔记啊 我们现在只有念 只有念 还没有付出行动 就是说佛啊 我要忏悔啊 我有贪嗔痴啊 是错啦 但是呢 勇于认错就是不改 每次都勇于认错 我就是不改 那这个就不是真忏悔 是口头上的忏悔 真正忏悔就是要 有具体行动 若实在行动 你真的怎么改变过来 那才是真忏悔啦 那我们每一次念啊 就每一次提醒啊 那么提醒我们有没有 进一步去 若实在生活当中 去反省 自己哪一些地方 错啦 发现啦 有没有勇于啊 把它改过来 那个这个叫功夫啦 我们一个人要改自己的 毛病习气啊 这个不容易啦 有时候我们知道 哎呀这个不好 但是那个习气来啊 控制不了 很不好改 那不要说一般人啊 就是将相 你做到总统的 他那个烦恼习气 你叫他改看看 他能不能改得过来 他做总统做大官啊 这个发号施恋 但是对自己的烦恼习气啊 他没办法 所以古代的讲啊 会将相所能为 那佛为什么称为大雄宝殿 称为大英雄 他就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 我说一般人做不到 那你当皇帝 当总统 当大将 当大官 你再有钱的人 你做不到 那佛做到了 所以我们称他为大英雄 那大英雄不是跟人家斗 斗赢了 叫大英雄 是跟你自己斗 跟你自己的烦恼斗 儒家叫格物 格物就格斗 你自己的物意啊 把他格除掉 那你就是大英雄了 那实际上啊 真正的敌人是自己啦 不是别人 真正的敌人是自己 自己迷惑颠倒 自作自受 在六道生死轮回 那不是谁造成的 自己造成的 如果别人造成的 那别人就能够替我们解除了 这个问题不是别人啊 都是自己啊 那佛菩萨也是 只有将这个事实真相 来告诉我们 来劝我们 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觉悟 让我们回头 让我们 转恶为善 转迷为悟 转还成圣 佛菩萨讲经 说法教学 就是帮助我们 那真正回头 还是我们接受啦 理解啦 自己愿意 回头 转过来了 那我们就得救了 佛菩萨 善知识能帮助我们 是这样 他不能替我们改过啊 不能替我们改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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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改过啊 还是要每一个人 当人自己觉悟啦 天心人数不诸悔罪之人 前先可俗啊 后先可图啊 这个了含事件 这个 立命之学啊 改过之法啊 这些都讲得很详细 昨天啊 譬如昨日死啦 今天啊 譬如今日生 重生啦 后先可图啦 生之困之 这个孔老夫子讲 生而知之 学而知之 困而知之 生而知之就是 生下来他 他都知道啦 他过了 那再来人啦 佛法讲再来人啦 那生下来他就知道啦 他就明白啦 像六祖就生而知之 生而知之啦 他还没有学过 他一听人家练金刚经就 大刺大悟啦 再来人 那一般啊 孔子讲 孔子说 我不是生而知之 我不是生下来 我什么都知道的 我要透过学习 学而知之 好学 孔子的弟子 也都是这样 那么这是要好学的精神 自己主动要求学 好学 但是要好学的人也不多喔 这主动要 要认真来学习的不多喔 那个很难得啊 也是很稀有啊 因此啊 因此啊我们才要 依重靠重嘛 不然啊 我如果没有定这个时间 来跟大家读感应篇 我也 我也不是很 好学的人 也不是很用功的人 我也是很懒惰的人 那我要靠你们啊 我要靠你们 把你们找来啊 我不得不念 我就用这样来逼自己啊 是不是啊 不然我 何必在这里 跟大家 讲这些呢 我可以去泡茶 看电视 所以 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根气 我不是一个好学的人 所以必须啊 依重靠重 古大德为什么见丛林啊 就是依重靠重 在释迦摩尼佛那个时代 人的根庆栗 大家都很好奇 大家都会主动去求学 不用人家去欠 不用人家去逼 佛教传到中国来 早期还可以 到了唐朝啊 也就 慢慢就不行了 那实际上在远功 远功啊 远功啊 禁朝啊 那个时候啊 人的根气也就 没有佛那边 那个时候那么 那么厉 所以远 第一个 提倡共修是远功 一百二十三个 练佛各个往生 那么一百二十三个 各个往生 那个根气都相当好的 他还要在一起 一中扣重 那到了长朝就更不行了 所以 马祖建重灵 百丈立千规 就提倡共修 为什么 你叫他个人去修 像佛陀时代啊 可能 很少 不多 大多数人啊 不会那么主动去求学 所以要 依靠大众 互相勉励 大家在一起 大家在一起 共同学习 共修 这一种考虑 那么 我们这个就是属于啊 困而知之的啦 困而知之 没有人逼 没有那个 你就 没有 没有碰到钉子 你就不愿意学啊 那什么像 我这一种根气的大概就是 第三类的 不用工的 我知道自己的根气 所以那个共修啊 我就会 你自己共修都不参加 你自己就很容易懈怠 懒惰 那么这里讲 生而知之 学而知之 困而知之 这里是比较简要的 当中他省略了一个学 生之 应该再加一个学之困之 生而知之 学而知之 困而知之 那么成功则亦万物之其也 无论你是生而知之 你是学而知之 你是困而知之 等到你知 那都一样了 知在我们佛法讲啊 我们给他定位在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那就一样了 你明心见性就一样了 无论你是 生而知之 学而知之 困而知之 好像六祖是生而知之 那么他的学生 他就不是生而知之 都要学的 你看 他第一个 渡的是慧明 慧明法师啊 在他慧下第一个开悟的慧明 他抢一波的 他也是跟五祖参了很久 没开悟 那不是生而知之啦 等到他就抢一波啊 这个六祖啊 这个六祖啊 一波放在石头上 他躲在草丛里面 他拿不动 这个时候他知道 错了 这个一波不是用抢的 你要真正开悟才行啊 你抢了你没开悟 一波给你也没用啊 所以他那个时候 他一念 一百八十度 转过来 那就 我 我的流行者啊 我 不是来 抢一波的啦 念头转啦 我是来求法的啦 那态度就不一样啊 抢一波的态度 跟说哎呀 来求法那就很谦虚啦 很恭敬啦 那个 那个好胜心 不平的心就下来了 所以六祖就出来了 出来就给他讲了 不失善不失恶 任你抹直 是明上座你本来的面目 他这句话就开悟了 他也在五祖里面学很久啊 第二个 吴俊藏比丘尼 读涅槃经 法达禅师 读妙法连华经三千部 勇家大师啊 学天台中 三指三观 教下 开悟啦 祈求六祖来给他印证 这个通通属于学而知之 那么最后就困而知之啊 就是 遭遇到困难了 自己才回头 这个在六祖会下也都有 但是一旦啊 吃 那就一样啦 一旦吃就一样 但是你在 还没有吃之前有不一样的 有人生而知之 有人邪而知之 有人困而知之 但一旦吃通通是一样 就没有两样啦 所以成功则一 成功就是一样啦 万物自弃也啊 就不要自己自暴自弃啦 所以我们大家天天来念感应篇 大家来这里 这个工作 也是一个因缘 也是一个因缘 大家珍惜这个因缘 这个因缘啊 也是错过你也没有啦 你去哪里 有人找你读感应篇吗 那这个 如果有的话呢 那你赶快去参加 如果没有啊 我们来这里工作啊 大家来读一读 我也不占用你们的时间 就是你们工作时间来读感应篇 就是你们工作时间来读感应篇 这个对大家一个供养啦 所以大家来这里工作啊 也不是说 我就来赚你几个钱嘛 为三斗米折腰嘛 不得已啦 无奈啦 如果这样的心态啊 那也很 我不知道怎么说啦 但是我们人生啊 总要知足常乐 知足常乐 知足你是事实上最富有的 如果你不知足啊 你钱再多 他都很穷 知足常乐 生活过得去就好 最重要啊 我们有缘遇到佛法 如是道三教啊 我们总不能啊 入宝山空手而归啦 我们这里都是宝山啊 大家到了这个宝山啊 空空的就走了 那有的人还不是空空的走 入了宝山还碰得鼻青眼肿的 这样回去的 这个也大有人在啊 那就很可惜啦 他不认识宝 不认识宝 那个法宝才是宝 世间的财宝 金刚经给我们 交良功德 这个这个 你世间的财宝 你再多的钱 你不能跟这个法宝相提并论 这个地球通通给你 不要说这个地球啦 金刚经讲三千大千世界 多少个地球啊 三千大千世界 那七宝布施 布施 布施给三千大千世界的重症 你说这福报大不大 大得不得了啊 但是啊 不如有人啊 为了人 受此言说一次其技的功能 那福报不能跟他相提并论 为什么呢 因为法宝啊 能解决我们生死大事 能帮助我们明心见性 你只要一次技技你真懂啦 你就能够明心见性 就能成佛 也不必一定要很多 但是要会 要懂 那能够帮助你断烦恼 了生死 出三界成佛道 那这个世间的财宝 再多的财宝 它只能帮助你 解决现前 物质生活的问题 它不能帮助你断烦恼 了生死出三界 成佛道 这个做不到 你就问问这个世间有钱的人 他烦恼不烦恼 比那个没钱的更烦恼啊 他自在不自在 跟不自在 死的时候啊 没有钱的人啊 早一点死好啊 他还比较容易放得下 越有钱的人越放不下 你看秦始皇那当皇帝啊 他放不下啊 所以叫人家找长生不老药啊 为什么 不想死啊 不想死还是要死啊 所以我们遇到法宝 要知道大家来珍惜 大家来珍惜 所以大家一重靠重 这个多读啊 对大家总是有好处 一门深入常识心修 这个感应篇啊 我们不要小看 我读到现在啊 我不敢说我有什么心得 真正有心得啊 你读了感应篇啊 你自然对这个天地鬼神啊 敬畏之心生起来 那我们 我们的思想原型 就会收敛了 那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啊 那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啊 读诵授词啊 这个功夫还 没有深入 我们要继续努力 希望大家 这一生啊 遇到佛法 都有一定的成就 好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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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